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用宽容心协调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人生在世,懂得对别人宽容,其实就是我们对自己宽容 如果我们对别人多一点宽容,那么我们生命中就多了一点空间,多了一份轻松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朋友才会有关爱和扶持,才会远离寂寞和孤独 虽然也会有敌人,但是我们也可以以我们的宽容去温暖融化他们 对朋友或者敌人越宽容,我们的内心也就越轻松 佛祖说,人有凄苦,贪、称、吃、愿赠慧、爱别离、求不得、施荣乐 若贪、称、吃不在心里边,淤泥也可化红帘 称和愿赠的丰刃既伤害别人,同时也伤害自己 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每时每刻都用一颗宽容豁达的心去面对事件的人和事 那么,这个人的生活中就会除去很多烦恼 就能够实时拥有一颗宁静的心 在佛教中,宽容的势力有很多 佛教中说忍辱,实际上是指的是宽容 佛云忍为世间罪,忍为安乐道 忍为离孤独,贤胜所心乐 如何宽容,忍辱为高 佛法讲忍的境界为无声忍 无声忍把宽容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即忍无所忍 金刚经在论到菩萨的修行时 金刚经强调要不施 不施包括三个方面 财施、无畏施、法施 其中的无畏施要求既要做到以戒自首、克己 又要做到宽容他人、庶人 可见,佛教是主张宽以待人的 宽以待人既是一种贱人待物的态度 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质量 它能够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许多矛盾 增强人和人之间的友好情感 同时,一个人如果能够养成宽以待人的优良品德 就一定可以在同他人的相处中 严格要求自己,宽恕地善待他人 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世上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纷争 所以若能秉持 你好他好我不好 你大他大我最小 你乐他苦我来苦 你有他有我没有 这四句寄语中含有的精神 人与人必能和谐相处 正如意境中所言 帝氏昆 君子已厚得在物 妙善禅师 是世人非常敬仰的一位高僧 被称为金山活佛 他1933年在缅甸圆祭 其行迹神异 又慈悲喜舍 所以直到现在 社会上还流传着他宽以待人的故事 在妙善禅师的金山寺旁 有一条小街 街上住着一个贫穷的老婆婆 与独生子相依为命 偏偏这个儿子忤逆凶横 经常和骂母亲 妙善禅师知道这件事后 常去安慰这老婆婆 和她说些因果轮回的道理 逆子非常讨厌禅师来家里 有一天起了恶念 悄悄拿着粪桶躲在门外 等妙善禅师走出来 便将粪桶向禅师兜头一盖 刹那间 腥臭污秽粮 淋满禅师全身 引来了一大群人看热闹 妙善禅师却不气不怒 一直顶着粪桶 跑到金山寺前的河边 才缓缓地把粪桶取下来 旁观的人看到她的狼狈相 更加轰然大笑 妙善禅师毫不在意地道 这有什么好笑的 人参本来就是 正会所及的大粪桶 大粪桶上面加个小粪桶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有人问她 禅师 你不觉得难过吗 妙善禅师说 我一点也不为难过 老婆婆的儿子 以慈悲待我 给我醍醐灌顶 我正觉得自在呢 后来老婆婆的儿子 为禅师的宽容感动 改过自新 向禅师忏悔谢罪 禅师欢欢喜喜地开始她 受了禅师的感化 逆子从此痛改前非 以笑闻名相礼 妙善禅师将身体 看作大的粪桶 加个小粪桶 也不稀奇 这种认识 正是她高尚的人格 和道德慈悲的表现 而正是这一刻 她弯下了腰 忍住了屈辱 才感化了忤逆的年轻人 宽容为怀 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人与人之间需要宽容 需要理解 宽容是催化剂 可以消除隔阂 减少误会 化解矛盾 宽容是润滑剂 能调节关系 减少摩擦 避免碰撞 宽容是清心剂 会令人感到舒适 感到温馨 感到自信 感到世界的美 宽容是一种 积极的人生态度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和风云突变的世界 一个人必须有宽阔的胸襟 才能保持良好的竞争状态 贬侠和嫉妒 只能使得自己的路 越走越窄 最终走投无路 有容乃大 是时代最珍贵的人性品格 是时代成功者 必须锻造的一种人性 宽容是以辽阔的胸肩 容纳各种智慧 是灰映创造性的文化品格 宽容是一种与人相处的素质 一种时代崇尚的品德 更是吸纳他人长处 充实自我 创造自我价值的良好思维品质 宽容是塑造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氛围 使每个人的个性 天分和志趣 得到尊重和发展 使我们生存的社会 成为百花争艳的世界 佛说 以恨对恨 恨永远存在 以爱对恨 恨自然消失 红衣大师劝戒信众 人贬及 我受之以宽容 人显泽 我代之以坦荡 或许很多人认为 这是一种说教 或许很多人 会对此不以为然 嗤之以鼻 然而 一个真正心胸宽广 能够宽容他人的人 必定能理解这些话语 因为他领略过 心如碧海的境界 那是远离愤恨 愤怒 不甘 怨游 等种种负面情绪的地方 那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阳光 快乐 鲜花 彩霞 等美好的词汇 纷纷涌入心间 要以宽容的心 来协调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就要做到心胸开阔 心胸豁达开朗的人 凡是看得高 看得远 不被眼前利益所蒙蔽 当然容易有成就 心胸狭隘自私的人 处处与人计较 琐碎小事就能扰乱他的心智 成功的可能性也就相对减少了 能容天下者 方能为天下人所容 据此看来 你若要彩虹 你就得宽容雨点 若是在雨点滴在身上的那一刻 勃然大怒 又怎么能在彩虹出现的刹那间 拥有一种怡然自得的心情 来观赏那美丽的风景呢 森林中有一条河流 河水穿急 不停地打着漩涡 奔向远方 河上有一座独木桥 窄得每次只能容易人通过 某日 东山上的羊想到西山上去采草莓 而西山上的羊 想到东山上去采象果 结果两只羊同时上了桥 到了桥中心 彼此碰到了 谁也走不过来 东山的羊 见僵持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而西山的羊 照样没有退让的意思 便冷冷地说道 喂 你长眼了没有 没见我要去西山吗 我看是你自己没长眼吧 要不怎么会挡到我的道 西山的羊反唇相挤 于是呢 两只互不相让的羊 开始了一场决斗 咔 这是两只羊的鸡脚相碰撞的声音 不动 这是两只羊失足 同时落入河水中的声音 森林里安静下来了 两只羊跌入河心以后淹死了 尸体很快就被河水冲走了 故事中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有一只羊后退到桥头 等另一只过后再上桥 两只羊便都会平安无事 可悲的是山羊们都固执地认为狭路相逢勇者胜 不肯宽容和忍让 最终都葬身何底 宽以待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 它能够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许多矛盾 增强人和人之间的友好情感 同时一个人如果能够养成宽以待人的优良品德 就一定可以在同他人的相处中 严格要求自己 宽恕地善待他人 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做人应该以数己之心数人 以责人之心责己 宽容是胸襟博大者为人处事的一种人生态度 唯有心胸开阔之人 才能成就大事业 因为心胸豁达开朗的人 凡事看得高看得远 不被眼前利益所蒙蔽 当然容易有成就 心量狭隘自私的人 处处与人计较 琐碎小事就能扰乱他的心智 成功的可能性也就相对减少了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用宽容心 来协调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做到像金刚经说的那样 既克己又庶人 不肯容纳别人与自己的不同 是现在很多人容易犯的毛病 很多人在为人处事的时候 总是喜欢以自我为中心 不允许别人与自己有丝毫的不一样 也不允许别人的意见与自己不同 这是对他人的不尊重 也是一种错误的处理人际交往的方式 佛教告诉我们 这样做是相当不明智的 佛教讲的是原生原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状态 是谁也没办法控制别人 谁也不能被别人控制的 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 在所有的因缘之下 人与人之间的心念是不同的 人与人之间要行恶 还是行善的想法也是不同的 这就告诉我们 没有必要去强求别人与自己一样 这是不符合因缘的 那么怎样做才是符合因缘的呢 要了解别人的立场 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人与人之间会冲突 不愉快 会争执 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 立场不同 看法就不同 作风也不同 要能容纳他人与自己的不同 不能因为他人的看法跟自己不同 就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敌人 人不懂得容纳他人 主要是因为我慢的存在 我慢存在的表现 是不允许别人比自己强 处处正强好胜 我慢心的存在会让人心里失衡 修佛者拥有我慢 就不能接受佛法的正知正见 不能正确对待自己 面对他人的意见 他们常坚持自己的邪见 很难能站在对方的角度 思考问题 更不用说容纳他人与自己的不同 金刚经教导我们 不要执着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由于我慢心的存在 所以我们执着我相 我慢心意气 自然会看不起人 不能容纳他人与自己的不同 金刚经所讲的是 理想无助的道理 是在教导世人 不要产生 共高我慢的心理 这就告诉我们 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 万不可以自我为中心 强迫他人与自己一样 我们需要明白 能容纳一己的存在 才能让自己变得快乐 才能受到他人的欢迎 下面的公案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位年轻的慈善家 请教一位得到的高僧 他问 我如何才能变成一个 自己愉快同时 也能够给别人 带来快乐的人呢 高僧笑着对他说 孩子 在你这个年龄 有这样的冤枉 已经是很难得了 很多比你年长许多的人 从他们问的问题本身 就可以看出 不管他们多少解释 都不可能让他们明白 真正重要的道理 就只好让他们那样好了 年轻慈善家 满怀虔诚的听者 没有流露出丝毫得意之色 高僧接着说 我送给你四句话 高僧的第一句话是 把自己当成别人 你能说说这句话的含义吗 年轻慈善家回答 是不是说 在我感到痛苦忧伤的时候 就把自己当成是别人 这样痛苦就自然减轻了 当我欣喜若狂的时候 把自己当成别人 那些狂喜也会变得平和 中正一些 高僧微微地点头表示赞同 高僧接着说第二句话 把别人当成自己 年轻慈善家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可侵犯他人的核心领地 高僧哈哈大笑 很好很好 这一点是世俗间 人们最容易遗忘的一件事 因为人们往往妄想着 要去改变他人 却在无意之间伤害到了对方 高僧说的第四句话是 把自己当成自己 这句话理解起来太难了 留着你以后慢慢品味吧 年轻慈善家说 这句话的含义 我一时体会不出 但这四句话之间 就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 我用什么才能 把它们统一起来呢 高僧回答 很简单 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 那位高僧 是位拥有大智慧的智者 只是短短四句 把自己当成别人 把别人当成自己 把别人当成别人 把自己当成自己 便道出了与人为善的真谛 话短异常 耐人寻味 人与人之间总有差异 所以有时摩擦 争吵不可避免 这些本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多些理解 学会包容 能够设身处地地 为他人着想 就不会因他人 与己见不同 而生出隔阂 进而产生矛盾 正是由于 人与人之间 存在不同的见解 才使得我们这个世界 有朝气 从而产生了 许多新生事物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与他人 有不同见解存在 也才会使得自己 从另一个角度 思考问题 也许自己固有的见解 原本就是错的 不科学的 正是由于他人的 不同见解 使自己反省 从而纠正自己 错误的认识与观点 并获得新的进步 因此 正确对待不同见解 不仅不是理亏 反而是一种理智的态度 而要做到这点 所需要的就是理解 理解他人 理解环境 理解我们所处 时代的方方面面 不固执 不偏激 不斤斤计较 更莫为小事 而与别人打肚皮宽死 弄得自己心神不安 伤神又伤心 包容就是接纳 别人与自己的不同 法国作家福尔泰 在遗言中说 包容是什么 它是人性的特点 就让我们原谅彼此 自身的愚蠢吧 人与人的相处 难免会发生矛盾 出现这样 或那样的失误与差错 在这时 如果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就很容易引发争斗 这是我们就需要 学会宽容 懂得宽容待人的好处 包容是一门 做人的艺术 包容待人 首先是要在心理上 接纳别人 理解别人 体谅别人 在接受别人的长处时 也接受别人的短处 其次 当你遇到事情 打算用愤恨 去实现或解决时 不妨试着去宽容 或许 它更能帮助你实现目标 解决矛盾 化干戈 为玉帛 如此 我们似乎找到了 明白了 在他人与自己不同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做 一切都是因缘的存在 世间的每一个存在 都是合理的 都是佛的恩赐 正因为 有了每个人的不同 才有了丰富精彩的世界 谁都不是大自然的主宰 只不过是 红尘中的伊丽莎 谁都不能主宰谁 谁也不能决定 谁应该有怎样的观点 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去生活 借除我慢心 做到金刚经所说的 离向无助 以平等的心态 来看待每一个人 这是修宽忍心 必须做到的 连佛陀都做不到 让人人说好 我们都知道 做一件事情 要让每一个人都说好 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现实中 却有很多人 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一旦自己做过一件事 而有人有微词时 他的心里总是会很不舒服 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我们做的事情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因为每个人的立场 与出发点是不同的 总会有人会提出 不同的见解 不要说是人 做不到让人人说好 就是佛陀也做不到这样 佛陀在世时 提婆达多 达玛多杂 善心比丘 外道六大本师 等人是佛陀的死敌 不管佛陀对他们 表现出多么的慈悲 他们总还是 对佛陀表现出不满 这些人说佛陀 说佛陀见解不究竟 说佛陀戒律不清净等等 佛陀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是不管别人如何说 但求无愧于心 并且佛陀还把自己的这些观点 在书中表现了出来 世间上对我有信心者 其数量如指尖上 所沾之微尘 而没有信心者 如同大地的微尘 所以 连佛陀都做不到 让人人说好 人就更不可能做到了 那么 做事情时 我们应该抱有 什么样的心态呢 那就是 凡事只要自己 发心清静 不管别人怎么说 都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 下面这个画家的故事 就是最好的说明 一位小有名气的年轻画家 画完一幅杰作后 拿到展厅去展出 为了能听取更多的意见 他特意在他的画作旁 放了一支笔 这样一来 每一位观赏者 如果认为此画有败笔之处 都可以直接用笔在上面圈点 当天晚上 年轻画家兴冲冲地去取画 却发现整个画面 都被涂满了记号 没有一笔一画 不被指责的 他十分傲丧 对这次的尝试深感失败 他把他的遭遇 告诉另外一个朋友 朋友告诉他 不妨换一种方式试试 于是 他临摹了同样一张画 拿去展出 但是这次 他要求每位观赏者 将其最为欣赏的妙笔之处 标上记号 等到他再去回画时 结果发现 画面也被涂毙了记号 一切曾被指责的地方 如今却都换成了赞美的记号 哦 他不无感慨地说 现在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奥秘 无论做什么事情 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因为 有一些人看来丑恶的东西 在另一些人眼里 或许是美好的 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件事物时 往往会发出不同的感慨 持有相依的观点 有时同一个人 关于同一件事情的观点 也会因时间的退役而变化 如果我们想用 追随他人的喜好的方法 来讨好他们的话 那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做事 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 人生来就有差异 喜好 兴趣 性格等 因此 不同的人对一件事的看法 也是不同的 所以 我们没必要在做过事之后 强求每个人都说好 这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理智的 除了因为 人在喜好 兴趣 性格等方面的差异 会导致别人 对我们做事的不满意外 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这个特殊的情况 是我们身边 总是不会缺少 无事生非的人 这些人 因为看我们不顺眼 所以喜欢鸡蛋里跳骨头 习惯性找茬声势 如果你受他们影响 或分散精力去反击 那不单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还容易让自己 处于不利的处境 满腹都是高论高见 可就是什么都不做 而且无论你做什么 怎么做 他都会找你的错 这种人就是中国历来盛产的 轻一派人物 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大 从古到今 从朝到也 莫不由此类人物的存在 这类人的特点是 从不再事先说话 总在事后评论是非 总结别人的经验教训 用以训斥别人 他们深知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 总是超然地 把自己置身事外 只是置嘴其中 不负责任地乱讲话 批评性意见多 建设性意见少 他们高声大喊 引经据点 你碰巧成功了 他们会把你捧到天上 你不幸失败了 他们会把你踩到脚下 或见风使舵 或推波助拦 或摇旗呐喊 或落井下石 任势艰难 非身在局中 非亲临其境 很多内情 实际情况 是难以知晓的 正如一位前线将军 对后方评论家说的那样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时紧急情况下 敌情不明 我只能依据我的判断 经验 去做出决策 为我士兵的性命负责 你现在心平气和地 和我探讨各种可能性 我告诉你 当时没时间 也不可能像你这样想 等不到你想明白 敌人的刺刀 已刺进了你的肚子里了 任劳任怨 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任劳难 任怨更难 况且 但凡做事 不可能失前失美 没有点滴疏漏 从主观上讲 做事者 都会尽力而为 从客观上讲 总难免有差错 不犯错误的人 就是 只说不干的人 所谓 空谈物国 我们首先 不要做这样的人 不要养成 动不动 就有不负责任的 大发议论的习惯 再者 如果你身边 有这样的轻易人物 你不要去理他 做自己的事就好 我们做事 不是为了去取悦 于某个人 或者是某些人 所以 没有必要 为他人的为辞而苦恼 我们管不了别人的嘴 但是却可以 管住自己的心 为什么做事 非要要求每个人 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呢 需要知道 我们做事 是做给自己的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就连大慈大悲的佛陀 都不能让任何人都满意 何况我们一介凡人呢 我们只需要记住 自己做的事 是自己坚持的 并且 对得起良心的就好 别人想怎么说 就怎么说去吧 既然不能阻止 就坦然地对待 在现实生活中 有这样一个事实 年长的人 总是喜欢 指责年轻一代 特别是在 年轻人犯错误的时候 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不能总是 以指责的态度 来对待年轻一代 而是要以 宽容的态度 年轻人毕竟年龄小 月里少 经验不多 说话办事 不注意方式方法 引起他人的不满 双方都需要 互相理解 作为年长的一方 更应当多多宽容 年轻人的所作所为 不该在言行上 表现出过分的 抵触情绪 最起码不能影响团结 还是和气些好 任何人都是从 年轻时走过来的 都有年轻的时候 都有过缺点和错误 如今自己年纪大了 有些惊艳了 不能看不惯年轻人 要充分理解年轻人的心理 真诚宽容年轻人的错误 善意提出 对年轻人的批评或建议 尽量保持和年轻人的 友好关系 有的年轻人 有时说的话或办的事 的确让他人接受不了 这也是正常的 无论年轻人 担任什么领导职务 他们毕竟还是年轻人 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 不能邀请他们像老同志那样 同情达理 善解人意 说话和蔼 办事牢靠 其实有的年轻人 做得太过分 对老同志不尊重 他们毕竟还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成年人 他们有再大的缺点或错误 也应当给他们 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就是说 在任何时候 都要以宽容的心态 来对待年轻人 每个人都有可取的一面 也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的眼中 不能只能看到别人的短处 否则我们眼里 就只有不好和缺陷 而看不到别人美好的一面 在生活中 每个人都可能 跟年轻人发生矛盾 如果一味地跟别人计较 就可能浪费自己很多精力 与其把自己的时间 浪费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不如就放开胸襟 给年轻人一次机会 也可以让自己 有更多的精力 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一位在山中茅屋 修行的禅师 有一天 趁夜色到林中散步 在皎洁的月光下 突然开悟 他喜悦地走回住处 眼见到自己的茅屋 遭年轻人光顾 找不到任何财物的年轻人 要离开的时候 在门口遇见了禅师 原来禅师怕惊动年轻人 一直站在门口等待 他知道年轻人一定 找不到任何值钱的东西 就把自己的外衣 脱掉拿在手上 年轻人遇见禅师 正感到惊恶的时候 禅师说 你走那么远的路来探望我 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回吧 也凉了 你带着这件衣服走吧 说着就把衣服 披在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不知所措 低着头溜走了 禅师看着年轻人的背影 穿过明亮的月光 消失在山林之中 不禁感慨地说 可怜的人呀 但愿我能送一轮明月给他 禅师目送年轻人走了以后 回到茅屋 赤身打坐 他看着窗外的明月 进入空境 第二天 他睁开眼睛 看到他披在年轻人身上的外衣 被整齐地叠好 放在了门口 禅师非常高兴 喃喃地说 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 面对年轻盗贼 禅师既没有责骂 也没有告官 而是以宽容的心 原谅了他 禅师的宽容和原谅 终于换得了年轻人的醒悟 可见 宽容比前硬的反抗 更具有感召力 在佛法的世界里 懂得宽容年轻人 不要总是指责年轻人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需要做到这一点 特别是在职场中 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 犯错误是难免的 在他们犯错误的时候 不能只是一味地指责 而是要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 1963年应该是春天 在机翼公司 一名28岁的员工 经历了一生当中 认为最为恐怖的事情 爆炸 当时他正坐在 匹兹菲尔德的办公室里 街对面正好是实验工厂 这是一次巨大的爆炸 爆炸产生的气流 掀开了楼房的屋顶 震碎了顶层所有的玻璃 他飞奔出办公室 向出事的办公楼跑去 他跑到三楼 害怕激了 爆炸带来的灾难 比他预想得更糟 一大块屋顶和天花板 掉在了地板上 不可思议的是 没有人受重伤 当时 人们正在进行化学试验 在一个大水槽里 他们将氧气 灌入一种高挥发性的溶剂中 这时 一个无法解释的火花 引起了这次爆炸 非常幸运的是 安全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直接冲向了天花板 但作为负责人 他显然有严重的过失 第二天 他不得不驱车100英里 去康尼迪格的桥港 向集团公司的一位执行官 查理·李德 解释这场事故的起因 这个人对他是很信任的 但他还是准备好了IP 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他知道 这事可以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这次爆炸 并提出一些 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 但是由于紧张 视魂落魄 他的自信心 就像那爆炸的楼房一样 开始动摇 这是他第一次 走进这位领导的办公室 查理·李德很快就使面前的年轻人平静了下来 作为一名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化学工程博士 查理·魏德是一位有着很深专业素养的杰出科学家 实际上 查理·魏德在1942年加入机翼公司以前 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当过五年应用数学的教师 对技术他同样有着很大的热情 这个家伙是个跟企业结婚的单身汉 是机翼公司中级别最高的 有着气生化学经验的执行官 查理·李德知道 在高温环境下 做高挥发性气体实验会发生什么 查理·李德表现的异常痛情达理 我所关注的是你能从这次爆炸中学到了什么东西 你是否能够修改反应器的程序 年轻人没有想到查理·李德会这么问 你们是否应该继续进行这个项目 查理·李德的表情与口吻充满理解 看不到一丝情绪化的东西或者愤怒 好了 我们最好是现在就对这个问题有个彻底的了解 而不是等到以后 等我们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时候 查理·李德说道 感谢上帝没有任何人受伤 查理·李德的行为给这个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28岁的年轻人就是杰克·威尔奇 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 他说 当人们犯错误的时候 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惩罚 这时最需要的是鼓励和信心的建立 首要的工作就是恢复自信心 宽容比指责更能使一个人反省改过 如果因为过时就对他人吹毛秋疵 可能结果会适得其反 年龄大的人由于生活阅历比较丰富 所以他们常常在自己的脑子里 为年轻人的行为预设一些规定 以为年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 如果对方违反规定 就会引起我们的怨恨 其实因为别人对我们的规定置之不理 就感到怨恨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 大多数人都认为 只要我们不原谅对方 就可以让对方得到一些教训 也就是说只要我不原谅你 你就没有好日子过 而实际上不原谅别人 表面上是那人不好 其实真正倒霉的人却是我们自己 因为不肯宽容会产生愤恨和沮丧 愤恨首先破坏的是你自己的健康 所以作为年长者 不要总是指责年轻一代 而是要以宽容的态度来面对 要做到宽容 我们起码要做到两条 首先 你发现自己原来也有很多缺点 自己原来也有亏欠年轻人的地方 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完人 而发现你原来认为最不好的年轻人 也有一些你没有的优点 所以要学会看到自己的弱点 看到年轻人的优点 考虑问题时要试试站在年轻人的角度出发 以求大同存小益 这样你才能够善待年轻人 也善待自己 其次你得承认自己也得到过年轻人的宽容 自己也需要年轻人的宽容 这样一想还有什么不能宽容年轻人的呢 宽容年轻人的同时 自己也就把怨恨和嫉妒从心中排掉 才会怀着平和与喜悦的心情 看待任何人和任何事 会带着愉快的心情生活 所以能在生活的磨难中逐步学会宽容 能宽容他人的心 心里的苦和恨比较少 或者说心胸比较宽阔的人 就容易宽容他人 当你对年轻人宽容之时 也是对你自己的宽容 所以要让自己快快乐乐地生活在 充满爱的世界里 自己首先要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要真正做到宽容并不容易 如果你心里有恨和苦 宽容不了他人 或者如果你认同宽容是很高尚的行为 不过难以实时做到 你应该远离品头论足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发现 你的宽容多了 你心里的平安和喜悦也多了 我们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 常常会用特别认真的态度来对待 我们总是喜欢纠结于某个 我们看透的细节不放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正因为我们的心量不够大 佛法告诉我们 要修宽人心 就要有足够大的心量 而心量大的重要表现之一 是即使看破了对方 也要假装没有看破 做人处事认真有必要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认真不能较真 认真也要看在什么时候 什么事情上 有很多的时候是认不得真的 该糊涂的时候 你还坚持认真 那只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 有师徒二人出游 来到一个地方感觉负重饥饿 师父就对徒弟说 前面有一家饭馆 你去讨点饭来 徒弟领命就到了饭馆 说明来意 那饭馆的主人说 要饭吃可以呀 不过我有个要求 徒弟忙说 什么要求 主人回答 我写一字 你若认识 我就请你们师徒吃饭 若不认识 论棍打出 徒弟微微一笑 主人家恕我不才 可我也跟师父多年 不要说一字 就是一篇文章又有何难 主人也微微一笑 先别夸口 认完再说 说吧 拿笔写了一个真字 徒弟哈哈大笑 主人家 你也太欺我无能了 我以为是什么男时之字 此字我五岁就是 主人微笑问 此为何字 徒弟回答说 不就是认真的真字吗 店主冷笑一声 哼 无知之徒 竟敢冒充大事门声 来人 乱棍打出 徒弟无奈 只好空着手回来 见老师 说了经过 大事微微一笑 看来他是要为师 前去不可 说吧 来到店前 说明来意 那店主照样写下真字 大事答曰 此字念直八 那店主笑道 果真是大事来的 请 就这样 吃完喝完 不出一分前走了 徒弟不懂 问道 老师 你不是教我们 那字念真吗 什么时候 点直八了 大事微微一笑 有时候 事是认不得真的 人生福祸相依 变化无常 少年气盛时 凡事斤斤计较 资诸必究 这还有情可原 一个人年事见长 阅历见广 涵养艰深 对争取知识 应看得淡些 凡事不必太认真 要有宽扰之心 凡事顺其自然最好 事实上 糊涂之意 是指做人 处事不可太较真 太认死理 该糊涂时就糊涂 难得糊涂 是心理环境 免遭侵蚀的保护膜 在一些非原理性的问题上 糊涂一下 无疑能提高 心理承受能力 避免不必要的 精神痛楚 和心理困惑 有了这层保护膜 会使你 储乱不惊 欲凡不扰 以舔淡 平和的心态 对待生活中的 紧张事件 不过 如果要求一个人 真正做到不较真 能容忍 也不是简单的事 首先需要有良好的修养 善解人意的思维方法 并且需要 从对方的角度 设身处地地 考虑和处理问题 多一些体谅和理解 就会多一些宽容 多一些和谐 多一些友谊 比如 有些人一旦做了官 便容不得下属 出半点毛病 动辄 垂胸顿足 横眉立目 属下 位置如虎 时间久了 必积怨成仇 想一想天下的事 并不是你一人 所能包揽的 何必因一点点毛病 便与人置气呢 可如若 调换一下位置 安逊的人 也许就能理解 上司的急躁情绪 另外 在公共场所 遇到不顺心的事 也实在不值得生气 素不相识的人 冒犯你 肯定是别有原因的 不知哪一种烦心事 使他这一天 情绪恶劣 行为失控 正巧让你赶上了 只要不是侮辱了人格 我们就应宽大为怀 不以为意 或以柔克刚 小之以理 总之 不能与这位 与你原本无怨无仇的人 瞪着眼睛较劲 假使叫起劲儿来 大动肝火 刀对刀 枪对枪地干起来 酿出了什么后果 那就犯不上了 跟萍水相逢的 陌路人叫真 实在不是聪明人做的事 假如对方没有文化 一叫真 就等于把自己降低到 对方的水平 很没面子 另外 对方的触犯 从某种程度上 是发泄和转嫁痛苦 虽说我们没有 分摊他痛苦的义务 但客宽上 确实帮助了他 无形之中 做了件善事 这样一想 也就融过了他 总之 该糊涂时就糊涂 不与人斤斤计较 在宽容他人的同时 也不会破坏自己的心情 所以 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 适当地糊涂 是一种大智慧 这是容人 也是容己的一种处事态度 然而 这样的处事态度 并不是随便就可以拥有的 他需要一个人 有足够大的度量 如同千人千面 人的度量 也是千差万别的 有的人 有的人 货达大度 将军额上 能跑马 攒向肚里 能撑船 有的人 牙子必豹 资诸必叫 你碰我一拳 我一定踢你一脚 人非圣贤 谁能没有七情六欲 即使是讲究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的 佛门中人 也还要常常念叨 出家人 以宽大为怀 善哉善哉 为的是 实施提醒自己 宽容大度 何况 凡尘中人 一清禅师 尚未正式开始 说法前 曾在 法远禅师处求法 有一次 法远禅师 听闻 圆通禅师 在临线说法 便让一清禅师 去 圆通禅师那里求法 一清禅师 极不愿意 他认为 圆通禅师 并不高明 又不愿 违逆 法远禅师 便不情不愿地去了 但到 圆通禅师那里 一清禅师 并不参问 直施贪睡 直施僧 看不过去 就告诉圆通禅师说 堂中 有个僧人 总是白天睡觉 应当按法规处理了 圆通禅师 一向 只听直施僧 讲听者的前程 还不曾听说 谁在堂上睡觉 便很惊讶地问 是谁 直施僧回答 一清上座 圆通禅师 想了想说 这事你先不要管 带我去问一问 圆通 带着主杖 走进了僧堂 果然看到 一清正在睡觉 圆通禅师 便敲击着 一清禅师的 禅床 赫耻说 我这里可没有闲饭 给以后 只会睡大觉的 上座吃 一清禅师 却似刚睡醒般地问道 和尚叫我干什么 圆通禅师便问 为什么不参禅去 一清禅师回答 食物纵然美味 饱汉吃来不香 圆通禅师听出 一清禅师话里的 讥讽 说 可是不赞成 上座的 有很多人 一清禅师 则胸有成竹地回答 等到赞成了 还有什么用 圆通禅师听其话 知其来历一定不凡 就问 上座 曾经见过什么人 一清禅师回答 法远禅师 圆通禅师笑道 难怪这样玩来 随之两人握手 相对而笑 再一同回方丈世 一清禅师 因此而名声远扬 有容买大 忍者无敌 很多时候 一个人之所以 能够被人敬仰 受人尊敬 不在于他的能力有多高 相貌有多体面 知识有多渊博 而在于 他有宽广的胸襟 能够容人之不能 这种人 不会因他人 对自己的轻慢 而轻易 对他人进行 简单的否定 圆通禅师 能够让法远禅师敬重 并要求 一清禅师前去听法 很可能就是因为 圆通禅师的容人哑量 一清禅师 在圆通禅师面前的自信 多少显示出 圆通禅师的轻视 圆通禅师在寻物过程中 不会没有觉察 倘若圆通禅师 没有容人的哑量 不能对 一清禅师的轻慢 一笑置之 估计 一清禅师是免不了 被扫地出门的 但是幸运的是 一清禅师遇到的是 能够容人的 圆通禅师 圆通禅师 不仅能够容忍 他的轻慢之举 而且能够肯定他 抬举他 给他应有的地位 一个人 杜亮的大小 是与他思想修养 道德水平 文化程度 社会经历 乃至脾气性格 都有很大关系的 境界是可以后天修炼的 杜亮也是可以变化的 随着社会经历的 日渐丰富和生活环境 社会地位的变化 杜亮在思想锻炼 和修养培养的过程中 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杜亮小的 可能变得宽容大度 杜亮大的 也可能变得小度极长 俗话说 最大的是心 最小的也是心 但有的人心胸狭窄 容不得他人强过自己 容不得他人轻视自己 这样就只会使自己 局限于抑郁 难以有所建树 而对于一个 想有所作为的人而言 唯有宽大容物 才能成就自己 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做的 是看破不说破 也就是所谓的假装糊涂 这样才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 也不会为自己带来麻烦 而要想做到这样 我们需要修炼自己的容忍之量 等我们的容忍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就能轻松自如地应付这些事情 不因不知道 就轻易否定一切 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 我们总会犯这样的错误 那就是在没有搞清楚 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 就轻易地下结论 这是不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 我们要修宽忍心 就要善待他人 在没有搞清楚一切之前 不轻易地下结论 也是一种善待 我们不是能够洞悉一切的佛陀 所以我们不可能 对所有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然而我们总是喜欢 把自己的标准 强加在他人的身上 即使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也会轻易地否定一切 这对他人是不公平的 甚至对他人来说 是一种伤害 下面这位父亲 给儿子写的一封信 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听着 孩子 我有一些话要说 虽然你睡得正熟 一只小手掌压在脸颊下 你的额头微湿 全躯的金发贴在上面 我偷偷溜进你的房间 因为刚才在书房看报的时候 内心不断地受到苛责 终于带着愧疚的心情 来到你的床前 我想了许多事 孩子 我常常对你发脾气 早上你穿好衣服 准备上学 胡乱用毛巾 在脸上碰了一下 我责备你 你没有把鞋子擦干净 我责备你 看到你把东西乱扔 我更生气地对你吼叫 吃早餐的时候也一样 我常骂你打翻东西 吃饭不细嚼慢咽 把两肘放在桌上 奶油涂得太厚等等 等到你离开餐桌去玩 我也准备出门 你转过身 挥着小手喊 再见 爸爸 我仍皱着眉头回答 睫毛挺正 到了傍晚 情况还是这样 我走在路上 偷偷观察你 看见你跪在地上 玩玻璃弹珠 脚上的长袜都磨破了 我不顾你的颜面 当着别的孩子的面 叫你回家 并对你吼道 长袜子是很贵的 你要穿就得爱惜一点 想想看孩子 这话居然出自为人之父的人之口 记得吗 就是刚才 我在书房里看报 你怯声声地走过来 眼里带着金黄的神色 站在门口 迟处不前 我从抱端上望过去 不耐烦地叫道 你要什么 你不说一句话 只是快步跑过来 双手搂住我的脖子亲吻 你小手臂的力量 显示出一份情爱 那是上帝 种在你心田里的 任何末世 都不能令他枯萎 你吻过我就走了 巴达巴达地跑上楼 孩子 就是那个时候 报纸从我手中滑落 我突然觉得害怕 我怎么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呀 挑错 呵斥的习惯 这就是我对待孩子的方法吗 孩子 不是我不爱你 只是我对你期望过高 不自觉地 用自己的年龄标准 去衡量你了 其实你的本性里 有许多真善美 你小小的心灵 就像刚从山头升起的阳光一样 无限光明 这一点 可以从你天真自然 不顾一切 跑过来亲吻我的动作中看出来 孩子 今晚 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在黑暗中 跪在你床边 深感愧疚 这是一种无力的赎罪 我知道 你未必懂得我所说的这一切 但是 从明天起 我会认真地做一个真正的父亲 要和你结为好朋友 你痛苦的时候 同你一起痛苦 欢乐的时候 同你一起欢乐 我会每天告诉自己 你只不过是个男孩 一个小男孩 我实在不该把你当成大人 孩子 像我现在看到的你 疲倦地蜷缩在床上 完全还是婴孩的模样 记得昨天 你还躺在妈妈怀里 头靠在妈妈肩上 我要求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这封信中的父亲 因为不了解孩子 而是依照成人的眼光 来要求孩子 轻易地否定了孩子 所做的一切 对孩子造成了伤害 就此 我们可以得知 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 千万不能因为自己不了解 就轻易否定对方 通常 我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还会把自己的标准 强加在他人的身上 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 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也是偏颇的 在佛法看来 这就是陷入了我知 要正确接人待物 就要做到金刚经所说的破知 下面这个公案 就是最好的说明 新吴小和尚 是个怂也嫌不下来的人 他总是觉得 缠房不够整洁 看着别人的禅房 一样觉得很乱 于是 他整日里忙着整理收拾禅房 食道完自己的禅房 还要帮别人收拾 长此以往 他终于有些不耐烦 一天 他趁师父了物禅师 正在禅房做禅 便跑去向他诉苦 师父 那些东西收拾好了又乱了 总也摆不好 了物禅师说 什么东西乱了 新吴说 很多东西 他们总是被乱放 你看 我刚把盆放好 现在 它又被放在桌子上了 还有那书 也不在我原来放的位置上了 了物禅师笑了 他指着禅房里说 我觉得 这张禅桌放的不是地方 你觉得 我把它拉出来一点怎么样 不好不好 新吴连连摇头 师父 如果一出来的话 房间就显得很窄了 不好 那我把它放到禅房西面的角落里呢 那样也不行 这破坏了禅房的布局 看起来多不协调呀 那干脆放到其他房间里去好了 那这个房间里不就空荡荡了吗 而且其他房间多了一张禅桌 也不好呀 了物禅师听了新吴的回答笑着说 新吴 东西没有乱 只是它们不在你整齐的标准里 所以 无论它们在哪儿 都是乱的 新吴听了师父的话以后 略有所误 新吴小和尚看什么都是乱的 问题不在于东西是否真乱 而在于 他的心中有了自己的一套整齐标准 当他用自己的标准去度量事物时 不符合标准的事物 自然都是乱的 用自己的标准去度量他人 是人类的通病 问题的根本在于 我们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世间万物都是相对而言的 因此 不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他人身上 用相对主义的眼光看问题 才是平等观 才是尊重的表现 这天 一新大师和一位居士在庭院中品查 居士向一新大师请教 大师 我今天碰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邻居居然的外墙刚刚上了星期 光滑无比 一只虫子往上爬 总是爬不到一半 就滑下来跌落墙根 可这只虫子在每次跌落后都继续往上爬 邻居的父子看见了以后各自发表了意见 父亲说 这虫子真呆 换个粗糙的地方早就上去了 儿子说 这虫子真有毅力 丝毫不放弃呢 禅师 你说 这父子二人的观点全然相反 那又谁是谁非呢 一新大师没有回答问题 却反问居士 太阳在白天大放光芒 月亮在夜里投下晴辉 日月所为截然不同 居士 请问 日与夜 谁是谁非呢 居士听完 大笑了悟 不将自己的标准 强加于人 是同理心的表现 每个人所处的角度与环境不同 他对事物的判断 与处事的标准就会不同 于是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 也便会产生差异 懂得了这个道理 我们就能够在自己表达意见的同时 也允许有不同的存在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 而这些人会有不同的思想性格 兴趣爱好与生活习惯 有的人热情开朗 有的人沉静稳重 有的人性子急躁 有的人心胸狭窄 面对这么多不同性格的人 面对这诸多的不同性格的人 我们不能因为不了解就去不尊重 就去指责 面对别人的习惯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领会 只是浅薄的嘲笑 这本身说明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是多么的浅薄和无知 在我们校出生的时候 谁又会知道 他的这个习惯是多么的令人尊敬呢 在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蕴含在这些习惯中的每一个人的个性 当然 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我们不会学习和效仿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嘲弄和取笑 在生活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当然 我们无法保证所有的思维和习惯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应该用谅解和尊重去面对别人的习惯 我们应该用广阔的心灵去包容别人的举止 用尊重的心灵去感悟别人的行为 用开阔的胸襟去对待别人的言行 这样在尊重他人的时候 我们也会获得一些生命之中最美好的东西 当然 尊重别人的习惯 只是不轻易否定别人的一方面 在行为方面 我们也不能因为不了解 就轻易去否定他人 也许很多人的做法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 在我们看来是荒唐的 于是 我们在没有去了解的情况下 就对他人做出评判或者指责 因为执着于我 所以不愿意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再也不愿意原谅这些做事荒唐的人 而实质上 是我们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我们陷入了我知 其实 我们最正确的做法是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而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做事情 当我们做到金刚经中所说的破除我知的时候 我们就能正确看待他人的习惯与做法 修慈悲心 东西南北都好 便自觉心安 智慧和慈悲让生命价值最大化 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人们为了什么而生存 在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他们只是有过这样的念头 但是却没有真正去寻找过答案 更谈不上遵照这个答案的理念去过生活了 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并且找到了让生命价值最大化的路径 智慧与慈悲 佛法拥有无穷的智慧宝藏 它可以指导我们认识人生 认识宇宙 认识身心 并让我们对生命的存在能够深深地思考 在佛教看来 智慧是漫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 佛陀正依靠自己的智慧 照彻人类的无事无名 可以说 没有智慧就不存在佛法 佛法既然都不存在了 那么所谓的破执 断祸 开悟 解脱 告别无名 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 佛陀是智慧的佛陀 佛教是智慧的佛教 正是因为有了智慧 佛才能告诉世人 如何将自我价值最大化 佛法是关于生命的智慧 佛是人通过智慧修行 可以达到的人生境界 也就是说 佛祖就是人 是每个人可以到达的高度 同时 佛法的智慧可以让人离开痛苦和烦恼 让人破除我值 看透虚空 得到人生的幸福和快乐 所以 人要去掌握世界的法则和生命的真意 这样才能让自己生命的价值最大化 这里的真理说的就是智慧 佛法告诉我们 要拥有智慧 并且要智慧地做事 然而 仅仅如此是不够的 还要有慈悲心 《金刚经》中说 菩萨灭度无量众生 使无众生得灭度者 这都在表明佛教的慈悲思想 佛法 大乘菩萨道的精神 就是为利益一切众生而有所作为 处处牺牲自我 成就他人 应如是不失 应万元放下 利益他人的身心 这是生命的最高道德 也是宗教最闪耀的情怀 是世间最美丽的心灵 佛本多情 时时惦记着天下苍生 修缠者的心境 是以慈悲之心 普动众生 佛法中的慈 是慈爱众生 并给予快乐 而悲则是同感其苦 怜悯众生 并拔除其苦 二者合称为慈悲 慈悲是佛法的开端 也是佛法的精髓 释迦摩尼佛 终生修习慈悲 并体现慈悲 佛陀出家 即是因为慈悲心 在其传法度人的一生中 他的慈悲心 就像是环绕周身的清新空气 从来不曾远离世间 所有的生灵 佛家的慈悲观念 教导我们 要去爱别人 要用自己的心 去感悟别人的心 同情别人的苦难 并尽己所能 帮助他人 从苦难中解脱 这里所指的别人 既包括我们熟知的朋友和亲人 也包括我们的敌人 要用不对抗的心 对待敌人 用和平避免冲突 用慈悲心去引导他们 接受佛法 使他们也变得慈悲 以慈悲心做事 我们的人生会因此而不同 智慈悲与慈悲 都是佛教主张的 但是要想让生命价值最大化 佛告诉我们 要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正如有位法师说的那样 以智慧处理自己的事 用慈悲对待别人 一般人会觉得 用智慧来关照自己的内心 好像比较容易做到 但是用慈悲来体察别人的心 就比较困难了 其实 智慧和慈悲可以互补的 在佛家看来 真正的妙法 由智慧流露出来 真正的慈悲 要用智慧的力量去推动 有时候 普度众生也需要小小的手段 众所周知 一修禅师是日本的著名禅师 他是聪明的化身 一修和尚取妻 就是一个 以智慧来行善的典型故事 和尚怎么会娶妻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有一天 一修禅师正在房内打坐 这时来了一位信徒 向他哭诉 自己因为治病而债台高筑 现在债主每天都闭上门来讨债 他整日提心吊胆 半夜才敢回家 这样的日子 他真不想过了 真想一死了之 一修禅师婉言相劝 问他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信徒摇摇头说没有 又说他除了一个年幼的女儿以外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下可让一修为难了 信徒见状又大哭起来说 没法活了 没法活了 只可惜苦了我女儿 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 一修禅师听到这里 盲对他说 哦 我有办法了 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 你可以为她找个成龙快婿 让女婿来帮你还债呀 信徒一听这话又愣住了 绝望地说 师父 您有所不知 我女儿只是个刚刚八岁的幼童 谁又会娶她呢 那你就把女儿嫁给我吧 我替你还债 一修禅师微笑地对他说 信徒听后 大惊失色道 这 这简直是在开玩笑 你是我的师父 怎么可能做我的女婿呢 何况我女儿还这么小 但是一修禅师并不在意 只是挥挥手对他说 没问题 我做你的女婿 一定能帮你还债 你就赶快回去准备此事吧 这位信徒素来十分相信 一修禅师的智慧和能耐 回去后 立刻将此事向邻居们宣布 某月某日 一修禅师要到家里来做他的女婿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 一修取妻的消息轰动了全城 到了迎亲那一天 看热闹的人把信徒门前挤得水泄不通 一修见状立刻在门前摆上桌椅 拿出文房四宝 五文诺墨起来 接着又拿出狂云集 签名寿书 狂云集本来就是 集诗 歌 书与一体的著作 再加上一修的签名 更是锦上添花 众人见了自然争相购买 以至于竟然忘了自己是来凑热闹的了 过了不大一会儿就积了几大箩筐钱 一修禅师问信徒 这些钱够你还债了吗 信徒高兴的几乎要流出眼泪 连连说 够了够了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师父 您真是神通广大 一下子就变出这么多钱 他一边说 一边向一修叩头谢恩 一修禅师赶忙将他拉起来说道 问题解决了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女婿我也不用做了 还是做你的师父吧 说吧转身而去 正所谓世上不如意事 十之八九 善结者无忧无虑 不善结者日作愁成 能够以聪明之心 助别人化解为难 这正是大爱的一种表现 一修禅师的名声 虽然因这次取妻事件而受累 但却半分不爱他的修行 越发凸显禅师的修为之身 人生一世善良慈悲固然重要 但是聪明极致亦不可少 在世之人应该把聪明的头脑 用在善事上 这才是济世救人 也唯有如此 才能让我们的生命价值最大化 众生都好 便自觉心安 佛教的慈悲是大慈悲 他主张的是悲悯终生 对大德高僧们来说 只有众生都好 他们可以安心 这就是佛教主张的悲悯终生 大智度论云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 大悲拨一切众生苦 就此我们可以看出 佛教主张悲悯终生 提倡不恩施惠 佛家之所以主张悲悯终生 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诸法之本性既不应有人我之分别 亦不应有物我之分别 面对众生 佛教徒们会发愿 对众生像对待自己的亲朋好友般慈悲 这就是佛教所倡导的大慈悲心 在佛教的荆棘中 更可以看出佛教的这种大慈悲心 愿一切众生与安乐常在 无论脆弱或强壮 无论浩瀚或渺小 无论可见或不可见 无论遥远或不遥远 无论出生或未出生 愿一切众生都得到安乐 犹如对待自己的生命一般 一位母亲从不伤害自己唯一的孩子 让那包罗万象的思维 给你的生命带来 包罗万象的爱 遍及宇宙 佛教要求所有的佛教徒 都要对众生心怀慈悲 要同情关爱所有众生的生活 这一点在《金刚经》中也有阐述 在《金刚经》的第三品中 有佛告须菩提 诸菩萨摩合萨 应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 非无想 我皆另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 无数无边众生 通过这一段描述 我们可以看出 只有对一切众生之类 我皆另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才能成佛 也就是说 要想成佛 首先要有悲悯众生的情怀 在广州白云寺 能人寺中有一幅对联 不俗即仙谷 多情乃佛心 佛本多情将天下苍生的 喜忧福祸放在心中 这是禅法之意 佛本多情实时惦记着天下苍生 修禅者的心境 是以慈悲之心 普度终生 佛法中的慈是慈爱众生 并给予快乐 而悲则是同感其苦 怜悯众生 并拔除其苦 二者合称为慈悲 大慈大悲正体现了佛心的深情 一个真正成佛的人 往往是用情最深的人 佛的慈悲心 就像是环绕周身的清新空气 从来不曾远离世间所有生灵 相传释迦摩尼佛在前一世 是一位修行者 他日夜不断诚心诚意 弃而不舍 勇猛精进地修行菩萨道 惊动了天界 天地为了测试他的诚心 吉林侍者化成一只鸽子 自己则变成一只鹰 在鸽子后面穷追不舍 修行者看到鸽子的危险情况 挺身而出 把鸽子放进怀里保护着 老鹰吃不到鸽子 很是不满 则问修行者说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的了 再得不到吃的就会饿死 修行人不是以平等视众生吗 现在你救了他的生命 却会害了我的命呀 修行者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为了表示公平起见 鸽子身上的肉有多重 你就在我身上捣多少肉吧 天地使用法力 释放在天平秤上的修行者的肉 总是比鸽子肉轻 修行者还是忍痛割下自己的肉 直到割光全身的肉 两边重量还是无法将等 修行者只好舍身 爬上天平秤以求君等 天地看到修行者的舍身 老鹰 鸽子全部贬回了原形 天地问修行者 当你发现自己的肉已割尽 重量还是不相等 你是否有丝毫的悔意 或怨恨之心呢 修行者答道 修菩萨道者应有难行难修 人逆以逆的精神 为了救度众生的疾苦 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怎么会有后悔怨恨之心呢 天地被他的慈悲心 以及无畏的精神所感动 又使用法力 使他恢复原来的健康 鸽子的生命很重要 老鹰的鸡宝也很重要 只有自己不重要 这种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慈悲心 是释迦摩尼佛能够坦然地 舍弃自我 舍生取义救护众生 佛陀能以这样的慈悲心待人 正是因为他心中自始至终 都有一种众生都好 便自觉心安的观念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 佛教主张的悲悯众生 是要为众生解决困难 为众生甘愿牺牲自己 也是佛语所说的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对于这句佛家语的出处 人们有多种说法 一是说 出于地藏菩萨 此人有一天对众生说 有这么多可怜的众生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呀 一说是出于我的心 此人有一天对自己说 如果我造了恶业 我不下地狱 那谁下地狱呀 如果我发菩提心 我不下地狱 那谁下地狱呀 总之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句话表明了真不是 舍掉自己舍不得的 是一种自我牺牲 关于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这句话 在佛经中 有这样一个感人之深的故事 佛陀在阴地时 有一回与五百商人 同坐一条船 船上有一个贼 想杀五百商人 窃取金银珠宝 佛陀当时已与他心通 知道贼要杀五百商人 而且是绝对劝不听的 他心里想 如果告诉商人 贼一定活不了 不告诉商人 贼一定会杀商人 该怎么办 用智慧来抉择 没办法之下 佛陀自己就把贼杀了 这叫杀一贼 而救五百商人 这贼 你不杀他 让他杀五百商人 他会跺无间地狱的 怎么得了 佛陀在阴地时 大慈大悲 完全无我 所以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佛陀想 我自己来下地狱 我来解救他 因为明白了佛法 以大悲心 做下这 杀一旧众的伟大创举 这就是佛家的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其实这是在强调一种 悲悯众生的精神 在佛教徒看来 只有众生都好 他们才能心安 这里的众生 不单指人 还指除人之外 大自然里的一切 红衣法师 是近代中国得到的高僧 1924年 兵荒马论的时代 他修道于宁波七塔寺 他的挚友夏缅尊 邀他到白马虎小猪 他所戴的铺盖 只是一床破席 纳衣为整 洗脸的毛巾 虽破旧但洁白 夏先生要替他换掉 这些索邪之物 但红衣婉言拒绝 他平淡地说 还可以用 好好的不必换了 夏先生带来的饭菜 咸了些 他又微笑着说 这样蛮好的 咸有咸的滋味吗 夏先生说 你在这里安心住好了 每天我会差人送来饭来 不必了 出家人化缘是本分 红衣法师还是婉拒 那么夏宇天就让人送饭来吧 夏先生还是请求说 不用了 我到你家去好了 夏宇天也不要紧 我有木鸡 可走朝地 这可是我的法宝呢 后来夏缅尊先生 说到红衣法师 总是赞叹不已 在他心目中 凡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都是宝 很是珍惜 小旅店 大桶仓 破席字 就毛巾 白菜也好 萝卜也好 走路也好 木鸡也好 他都觉得 好得不得了 人家说 这太苦了 他却说 这是一种享受 真正的享乐 红衣法师 可以称得上 是一位真正懂得 并且做到了 敏悟的人 他对任何一件事物 都珍惜至极 并且时刻怀抱着 一种博大的 悲天敏悟的情怀 万事万物 在自然界 原本都是应该 享有自由的 敏悟的本质 一方面是珍惜 而另一方面 则是对自由的 一种尊重 我们从来都是 与我们周围的事物 和自然融为一体的 对他们进行关怀 实际上 也是在关怀 我们自身 因此 长存一颗 敏悟的心 不仅仅是一种 博大的情怀 更是对人生 与自然的 一种理解和顿悟 所以 每个人都要像 佛教徒那样 有一颗 悲悯众生的心 就像《金刚经》中 所说的那样 要度一切 世间爱你的事物 要敢于 为世间的一切事物 牺牲自己的利益 这才是 与人为善的根本 这才是 修炼身心的大道 长期绝招自心 获得智慧和慈悲 慈悲心的获得 是需要长久培养的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 或许今天 我们可以慈悲 但是明天 却未必会同样如此 要想拥有 长久的慈悲心 我们就需要 时刻审视自己的内心 让慈悲心涌在 这个审视 用佛教的话来说 就是绝招 佛教认为 人只有长期 绝招自心 才能获得 智慧与慈悲 依照佛教的观点 所谓的道场 不在别的地方 就在此时此地 就在此心 佛教里有一首记字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而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像灵山塔下修 这首记字说的是 所有的道场 都不在别的地方 佛不在别的地方 觉悟不在别的地方 解放和自由 也不可能 从别的地方 别的世界获得 和平安乐 不在别的地方 所有的东西 只有在自己那里 才能获得 因为我们的内心 就是整个世界 照此说来 智慧与慈悲 也不在别的地方 也在我们的心里 只要我们绝招 就能发现它们 然而 对内心世界的挖掘 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 有佛法的戒律 禅定为资粮 以及佛法的正见 明眼的善知识 为引导 具备了这些条件 我们就可以开始 绝招我们的内心 去寻找 内心的智慧 与慈悲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 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 都需要去努力创造 但是修行 却不需要这样 因为道 原本就有 就在 只需要你放松 静下心来去观察 智慧与慈悲 同样也是存在的 不需要我们 去努力创造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去发现它们 很多人不理解 绝招的意思 它指的是 觉察 召见 通俗一点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时时刻刻警觉 警觉 也就是 内在的心灵的召见 生起了正念 金刚经告诉我们 一切众佛 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绝招生 慈悲心 在绝招的过程中 会出现 甚至是 被逐步放大 通过不断的绝招 我们会大发菩提心 人活着 应该多为他人想一些 只有心怀慈悲的人 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 也只有 以善心来面对 需要帮助的人们 才能更多地 得到人们的敬仰 不论是在同学 邻居 朋友之间 哪怕是路上 车上 船上 不相识的人 与人之间 如果大家都能多站在对方的角度 多为别人想想 那么 生活一定会省去许多烦恼 误会 争吵与不和谐 只有心怀慈悲 多救济他人 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加富有光辉 丰富多彩 唐玄宗开元年间 有位孟窗禅师 他德高望重 既是有名的禅师 也是当朝国师 有一次 他搭船渡河 渡船刚要离岸 这时 从远处 来了一位 骑马配刀的大将军 大声喊道 等一等等一等 载我过去 他一边说 一边把马拴在岸边 拿了鞭子 朝水边走来 船上的人纷纷说道 船已开行 不能回头了 干脆让他等下一班吧 船夫大声地回答他 请等下一班吧 将军非常失望 急得在水边团团转 这时 坐在船头的孟窗国师 对船夫说道 船家 这船离岸还没有多远 你就行个方便 调过船头 载他过河吧 船夫看到是一位 气度不凡的 出家师傅 开口求情 只好把船 撑了回去 让那位将军上了船 将军上船以后 就四处寻找座位 无奈 座位已满 这时他看见 坐在船头的孟窗国师 于是 拿起鞭子就打 嘴里还粗野地骂道 老合掌 走开点 快把座位让给我 难道你没看见 本大爷上船了吗 没想到 这一鞭子 正好打在 孟窗国师头上 鲜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国师一言不发地 把座位 让给了那位 蛮横的将军 这一切 大家都看在眼里 心里既害怕 将军的蛮横 又为国师的遭遇 感到不平 纷纷窃窃窃私语 将军真是忘恩负义 船师请求船夫 回去载他 他还抢船师的位子 并且打了他 将军从大家的议论中 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心里非常惭愧 不免心生悔意 但身为将军 却拉不下脸面 不好意思认错 不一会儿 传到了对岸 大家都下了船 蒙窗国师 默默地走到水边 慢慢地 洗掉了脸上的血雾 那位将军 再也忍受不住 良心的谴责 上前跪在国师面前 忏悔道 禅师 我 真对不起 蒙窗国师 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不要紧 楚门在外 难免心情不好 出门在外 难免心情不好 这句话中 包含的慈悲 将对那位蛮横将军的内心 产生怎样的撞击呢 蒙窗国师 用一句简单的话 感化了冒犯他的人 如春风话语这般风范 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俗话说得好 理解少烦恼 误解生祸殃 如果一个人心中 时常装着别人 遇事多为别人着想 怀抱着一颗善心 来看社会 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 不再平庸 同样 一个心中装着别人的人 他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 生活中 当我们面对有困难 需要我们热心帮助的人时 慈悲心显得多么圣洁 多么珍贵啊 人们是否会像小男孩 对待小鱼一样 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呢 也许我们的力量 拯救不了那么多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也许我们的爱心 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现状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是否付出过 重要的是 生活是否因为我们的存在 而变得更快乐 重要的是 社会是否因为我们的付出 而更加美好 在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是集体冷漠 如果人人都以慈悲之心救济 以仁爱之心对待生活 面对贫困 面对痛苦 面对弱者 所有的人都能行动起来 那么世界也会越来越美好 这样永恒的慈悲心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人的绝招 来自于自我审视 当人们在绝招自己的内心时 就会发现 本已经存在的慈悲力量 进而激发出来 如果说长期绝招 可以让自己的慈悲心 不至于泯灭 那么绝招出的智慧 又与慈悲心有什么关系呢 慈悲与智慧 像飞鸟的一双翅膀 失去任何一方都无法保持平衡的姿态 更不要奢望能够展翅高飞 慈悲的行为要以智慧来判断 否则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而智慧的运用则要以慈悲为背景 否则会流于空谈 沦为纸上谈兵 慈悲与智慧的交融 是心灵的和谐 完美与圆融 它使人能够看到真正的自己 也就是说 慈悲并不是有善心就可以的 还要在行大慈悲的时候 具备智慧 智慧与慈悲 只有长期绝招才能不至于泯灭 这正印证了 金刚经所说的一切诸佛 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都是依靠绝招产生的 所以在任何时候 都不要忘了绝招自己的内心 看看自己的慈悲心是不是还在 看看自己行善的智慧还在不在 本期听书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这里是爱上听书 带你听更多好书